哎呀,管他呢,反正恶有恶报,哪个好人挖的坑,听说六婶婆那腿断得结结实实的,就算逃买一天也好不了,以后看他还能出门祸害人 阿娘,我咋觉得妹妹能听懂我们的话,她好像在说话 她能听懂啥呀,就是看你们开心,高兴的呗 哼哼哼哼 深夜 他爹,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是我挖的坑 不会,六婶这人平时做事不仔细,看他不睡眼的人多啊,他要是不去老刘头家也不会摔蛋腿,都是自找的,睡吧 天亮了 娘 咦,这是阿娘的娘,那是姥姥,不对 娘过来有事吗 生儿在外面做浪荡子,生女在别人家抢着违毙,何苦还要再生一个遭罪,丢人现眼 唉,阿妖不要这样说,好歹是一条人命呢 娘这是看我们过不下去,要过来接近我们吗 你呀,做事不妥 为了争执为弊,于姐儿搬弄是非,重伤他人 你这个为娘的,牙子必报,搬弄是非,致人伤残,丢人现眼 祖宗蒙羞,说你还是江家人,就该家法伺候 唉,我担不起这声娘的称呼,我们江家世代君侯,没有违毙的后人 且莫贪便宜,毁了于姐儿的终身呢 这老太婆向来是站直说话不腰疼,当初生绵绵的时候难产,于姐儿据求一点细凉 他们居然把于姐儿给打一顿赶出来了 江夫人教训的是,我家于姐儿粗鄙,连违毙都要争抢一番 不像您家的碗箭,字又识字,又财米,教养得体,心地善良 定是老天都宠爱,想必不用为毙,只借就能当妾呢 亲婶,你好自为之,多行不义,避自毙,人为恶,获遂为之,福以远利 海瑶,我们走 天全黑了 阿娘,明日我又不用去了 阿翠娘同意她嫁给了留地主家的护卫 阿翠以后,可以正式到地主家干活了 阿爹,有啥好事 既然有肉馒头 阿爹升官了,以后可这是一个小馆士 月前涨了一倍,算是喜事吧 以后每月阿爹都会给你买一次肉馒头可好 那原本的吴馆士呢,他可不好相处 我希望你能够之后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